Hello, 歡迎來到暖衣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豉油黃炒麵 很多人早餐都吃過, 其實很容易煮 Let's begin Hello, 我是暖衣廚房的大叔 今天要示範的是豉油黃炒麵 大家來看看如何煮 很簡單, 蛋麵 麵有很多種, 例如雲吞麵 雲吞麵, 蛋麵 有寬的, 幼的 豉油黃炒麵, 通常用幼的 用蛋麵煮出來比較好吃 當然, 如果你想用其他麵, 不是不行 就算用意粉也可以 只要你喜歡吃, 就會好吃 所以主要是豉油 還有用哪個步驟去炒麵 就是這樣 那麵, 用你喜歡的麵就可以了 就算炒麵也可以 就像乾炒牛火一樣 只不過是河粉 材料全部都一樣 然後用芽菜 芽菜, 其實用半包就可以了 這裡一包一磅 你可以用半磅, 其實是夠的 你看看你煮多少 我不是煮三包, 我可以煮四個 我份量是四個麵 四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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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瀝乾水 因為它一定要很乾 若果不是 你一會兒煮出來就會濕 有些人說, 如果在香港買山的那種 山的我就不煮的 山的呢 如果你買山的就要用蒸 這樣蒸它呢 大概10到15分鐘 看看你用那個盤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你用那些是疏通的 上下都是通風的 那10分鐘就差不多 如果你說你要用那個碟去蒸 因為它只有上面有熱空氣 那可能要蒸到14-15分鐘 要蒸熟它 然後蒸熟它 那為什麼蒸好呢? 因為蒸就會乾 乾身就會脆 那我呢 就要給小朋友吃的 所以我們就不煮脆 我就永遠買熟的 熟的煮完它就會軟身一點 那小朋友喜歡一點 那如果你說你小朋友喜歡 或者你喜歡吃脆身的呢 我就會建議買山的 山的全蛋麵就去蒸 下四個麵 那你就撥散它 那 你看看你多人吃 多人吃 就煮多一點 那 那 因為那些熟麵 那個袋子已經有寫說 要煮多久就可以 你就不用煮到它全部 淋了 因為 一會兒還要炒 所以大概 差八成 那就差不多了 那幾筆調整 咬它 咬得到 那其實已經可以收火了 然後 過水 放在通風的地方 通風 那 再放在通風的地方 那 就會好一點 煮完麵 現在就要煮醬 其實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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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елеф 但不可以的,因為逐樣放進去,它會一塊塊的 這樣就不漂亮了 醬汁 要加點糖,因為全部都鹹的 老抽,生抽,蠔油 你要加一點甜去帶起它 要不然這樣撞,連洋蔥的甜是不適合味的 那就不像在外面做的 現在放油,然後去炒 你會看到,我片頭的醬油黃炒麵比較濕 我小朋友就不喜歡吃乾麵,因為會很容易接近 而且他們不太喜歡,所以我就會煮得比較濕 但在我煮完我上碟之後 你不早拿上來煮多一兩分鐘,它就會再乾身 這樣就和你在外面買的日模一樣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加油去煎一煎麵呢? 就是要它更香口一點 這個步驟就不太少 但有些人說,你加這麼多油,然後去煎一煎麵 我想看到一點 不加麵呢 沒有吃到的油會比較難 會比較難 我都嫌它不夠,要加多一點油 因為我反了麵 反了一面之後,你要再加油 另外那邊才夠油 你看看,麵會自己散開 如果你不下麵,就算你風乾了它,很難去弄鬆它 這樣就會變得便宜 所以下油一來煎香,二來它會容易散開 麵煎好之後呢 就可以再加其他材料一起炒 然後再加醬汁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早餐 不是很複雜,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時候吃早餐 有些配粥呀 或者配搭粉 會這樣做,因為早餐的早餐不太難 其實你買的麵,好像我買的熟的 你先拿一錄,然後就拿去炒 好,沒有什麼材料的 其他材料都可以準備好了 芽菜 很簡單 然後洋蔥 切一切,很快就完成了 紅蔥頭 然後那個 蔥頭,那些先放下的 蔥白,先放下去 還有那些蒜蓉粒 這些可以煮久一點,不怕的 早一點放下 大個香味就和麵一起 麵裡面就有這些 香味 你看麵已經開始鬆了 攪拌一下就已經可以混合 我呢 拍這幾個早餐就是 因為有網友留言 想做給小朋友吃 所以你會看到我接下來幾個 做早餐呢 都是以著重小朋友適合 做早餐的食物為主 我當然會說 像這個 在我起鍋之後 如果不想濕 濕的 你要吃乾身的 傳統那種 就煮久一點 那就乾身了 因為它 水水 多煮兩煮 就乾了 那就跟外面一樣 但是 很多時候的 豉油黃炒麵 它平時在外面吃得乾的 小朋友 吃有時候會乾的 近親 所以我呢 通常會有它濕濕的 的 洋蔥和芽菜 就下去炒一炒 因為你這裏呢 我會見你下完之後呢 炒完就已經要下 那個 醬汁下去了 因為 芽菜會出水 如果你煮太久的話 就會越來越濕 好 弄鬆一點 你撥鬆了之後呢 就一陣子落個醬汁 你去 將它們 攪拌在一起 就會 關均吃 那些顏色 就會好看 其實很簡單的 你如果 準備好了 不是好像我那樣 逐個步驟 你一次過 去弄好它 其實 十五二十分鐘 一個早餐就煮完了 如果你說 小朋友除了這個 可以配煎腸粉 因為點甜醬 有時候小朋友都會喜歡 如果你說 不是的 粥都可以 醬汁就放在旁邊 這樣下去 你不用擔心的 你放完之後 一直攪拌 它就會 上均勻顏色 連上芽菜 還有洋蔥都會適合 吃的 那你煮到煮完了 最後 最後 就 加 白芝麻 在上面 這樣就香 如果你說不喜歡 小朋友不喜歡 或者 你不喜歡 那就不放了 這個 我以前吃的 就會 旁邊 點海鮮醬 或者甜醬 或者加一點辣椒醬 也很好吃 這些就個人喜好 炒到要軟 起鍋 之前 就剩下的蔥 因為綠色的蔥 不可以炒太久 炒太久 會有焦的味道 就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我最後 淋上芽菜 先放進去 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煮到 你們一定煮到 我遲些會再煮多幾個 早餐是適合小朋友吃的 因為有網友要求 我煮到的 我會盡量 吃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個早餐系列的話 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小鈴鐺 我下次煮東西吃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還有 接下來 還有其他新的 影片教煮東西吃 還有說說其他 東西 希望你們支持我 如果你們喜歡 我煮些什麼 留言 我會煮到的 我會拍片 給你們看 下次見 拜拜 散� 還有 我們下次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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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